关于这个MangoDB的高级查询这一块 那首先呢 关于Find的一个方法 我们前面讲过 中间呢 我们可以查看什么呢 查看当天的文档里面 所有的数据 对不对 在Find的 那么在Find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写条件的 那比如说 我们想要查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 在Find打个大库话 然后呢 写条件就可以查了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数据库 有一个集合 叫 db.stu.find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有这样几条数据 有几个名 有几个学生 名字叫他 然后呢 还有hometown 就是来源 年龄和性别 然后我们db.stu.find find的什么呢 我们先要查一下 A级等于20岁的 这样的人 有哪几个 那几个A级 20岁就好了 那么写18呢 就这样子的 非常简单 对吧 就是我们指定查询条件 那有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A级18 但是我们不想查全部的 我们只想查一个 我们就使用find1 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find1 因为o呢 是大小的 看一下 就这样子的 一条数据 对不对 一条数据 那如果说我们使用find 这个find的时候 我们觉得结构太丑了 不好看 你怎么办呢 可以点pretty pretty就是美化打印 美化俗俗的意思 我们前面是不是用过 pretty print p print 就这个样子的效果 能够把它给展开 你看更加清楚一些 这是关于find的用法 那么find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刚刚我们查到的是 年龄等于18的 等于20的这个数据 对吧 然后有一天我想查 年龄大于18的 小于大于等于18的 对吧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比较运算符 关于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是怎么用的 那么等于 毫无疑问 我们直接 A解冒号18 就是等于 对不对 那如果小于的话呢 LT LT是什么呢 let's that 我们在html页面里面 是不是学过这种符号 LT LTE GT GTE 分别是小于 小于等于 大于 以及大于等于 对吧 那么不等于的话呢 不等于就是ne了 这个能见吗 不等于就是ne 这个地方 我们less than equal 后面有个e 这个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equal相等的意思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LT和LTE的区别 就是LTE 表示是小于等于 对吧 那么下面呢 结合我们刚刚的find的方法 我再看一下 db.stu.find 我们要查询年龄小于等于18的 年龄小于等于18怎么写啊 我们写个a级对不对 那小于等于这个操作该怎么写呢 我们需要后面再打个冒号 再写个大字典的形式 $LTE 这放上来 LTE对吧 小于等于什么呢 18就可以这样写 我们看一下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咱们有这样四个人 年龄都是小于等于18的 都可以被找出来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e的话呢 那就是小于了 对不对 这个样子 大家注意一下 它这个写法 都是字典的形式 a级 对吧 那小于等于这个关系怎么写呢 我们还需要在里面再写一个字典 才能表示清楚 对吧 那否则的话呢 这个小于等于是没办法写的 我们不 我们后面直接写18 那表示是a级等于18 那小于等于呢 那么就需要再写个字典 $LTE 然后呢18就可以了 这地方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吗 这个地方 比较预算符 我们前面这个符号呢 其实非常好记 你也有一个英文单词 然后呢 第一个字母就是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想 想找的不是什么年龄大于18 等于18 我们想找年龄是18 或者是20 或者是40的人 以内几个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需要干什么的 需要做一个这样的范围了 对不对 那范围怎么写呢 范围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使用$In就可以了 $In表示这个a级 在18 28 38 这个范围内的 表示 要么0.0.18 要么0.28 要么0.38 这样的人 我们可以用一下 db.stu.find 然后在这个地方 a级也是一样的 那么范围怎么用呢 $In 对吧 刚刚稍微有些区别 现在我们要学个 列表 那比如说这里呢 我们写个16 18 然后呢 20 我们看呀 年龄是16 或者是18 或者是20的 学生有那几个 我再看一下 有这样几个 是不是都是持6 18 28 这是关于 就是关于范围 预算符 那么有时候呢 除了这个范围之外呢 我们希望做这个操作之外呢 还需要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或者 获得这种操作 刚刚呢 我们选择的是年龄 在这个范围内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选择 家乡 家乡在蒙古岛 或者年龄 对于18 对吧 怎么写的 那么在说获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暗的 大家想要暗的是什么写的 家乡在蒙古岛 并且年龄对于18的 这该怎么写啊 怎么写 这不是非常简单 对不对 不写可能就完事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 A姐 18 18 豆花 对不对 然后呢 Home Town 这边L没有 Home Town 然后呢 我们写个蒙古岛就好了 对不对 桃花岛是吧 蒙古岛 台湾岛 岛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暗的效果 这就是暗的效果 非常好理解 就是我们拖 添加一个次段就好了 就表示是暗的效果 对不对 这个给你们理解吗 我们既要选0等于18 还要选Home等于 淘宝岛的 只能选到这一个 那么有时候我们想要说什么呢 想要做后 年龄等于18 或者是Home Town 给你淘宝岛的 这个时候就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来学习 这个逻辑预算符里面的 和暗的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就直接这样写 就好像完事了 那么和呢 和就是$or 放出来用 那么$or 后面需要一些条件 对不对 我们有两个条件 要么是什么 要么是什么 这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放到哪呢 也是一样的 放到这样一个列表里面 就和我们刚刚 这样一个放入预算符一样 中间我们写上我们条件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db.stu.find 什么呢 或是吧 就$or 然后呢 什么条件呢 条件呢 放到这样一个空里面 现在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年龄等于18 或者是hometime等于桃花岛的 hometime等于桃花岛的 对不对 那就是a解18 这样写 然后呢 就后面是hometime 然后呢 桃花岛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这样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就有这样四条结果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都是的 这个呢 年龄都是18 除了这个年龄不是18之外 为什么它呢 还能选中呢 因为它在这样一个hometime等于桃花岛 对不对 所以这四条结果都出来了 这就是这个or的用途 那么or呢 几乎我们刚刚之间大于小于呢 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其他操作 比如说呢 我们要选择什么呀 年龄大于16的 大于等于16的 你怎么写呀 是不是接着再写大括号呢 然后呢 到那什么呀 大于等于怎么写呀 gte 对不对 大于等于16 然后呢 我们要hometime 我们要在桃花岛或者说是在蒙古 或者是在华山呢 怎么写呀 这是一个范围上的符对不对 什么刀刀印呀 刀刀印 好 我们刚刚都用了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把桃花岛输了过来 那么还有呢 什么呢 华山的对不对 我们把它放过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这样 七条结果呀 这样七条结果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年龄大于等于16 都是大于等于16的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16改了 改成什么呢 改成一个18或者20 改成20吧 看一下这个结果 现在呢 有这样五条对不对 这个大于是20 这个大于20 所以可以被选中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大于20也可以被选中 但是这两个大于 为什么18也能被选中呢 因为他们的hometime 是蒙古 桃花岛 或者是华山对不对 所以后面这个条件是成立的 所以它也被选中了 对吧 这是关于 这个范围印算符 逻辑运算符 还有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比较运算符 他们三个这个符号怎么用 就是 Donner符号开头 然后呢 GT LT GLE 对吧 然后呢 还有Dollar O 以及Dollar In 对吧 DollarIn 还有DollarN In 对吧 就不在这个意思 这个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那只不过什么呢 可能大家偶尔在这个地方写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写的非常麻烦 对不对 可能写的不顺 那不顺怎么办呢 不顺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编辑器里面先写 那就是 比如说我们编辑器 写 Mongo DB 语句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写 那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 然后呢 这样子 然后在中间写就完事了 我们在这里看起来可能会更加舒服一点 那比如说呢 我们把它进行一下这样的 展开 它也是可以直接的 直接写的 展开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粘贴过去 也是能得到一个结果的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缩进啊 或者换行啊 其实并不影响我们这个结果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编辑器里面先写好 粘贴过去 在编辑器里面呢 我们能够有一些有法高量 比如说这个大括号 它跟前面的大括号 大家看到下面呢 是一个下方线的 对吧 你看到 这个大括号对应的这个大括号 说中间某个地方 比如说这儿 突然有一天少个大括号 那你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这个大括号就像和这个大括号对应起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大括号和这个对应呢 你瞬间就能知道 是不是少一个大括号对不对 大括号少哪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它跟它应该是大括号对应的 那它跟它能对应吗 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在homotown这个地方呢 少个大括号对吧 那它中间一个条件 所以应该在立表的前面 所以放到这个位置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在编辑器里面 先把这个语句写好 再粘定过去呢 可能这样效率更高一点 这是一个小的技巧 那么在这里面呢 MangoDB的谈设置是正在正在表达式的 那么正在表达式该怎么用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使用一个斜线 或者$regits都可以去写正在表达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db.products.find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地方呢 有这么多的几个商品 那么db.products 然后呢 我们点find 我们要找什么呢 我们要找这样一个sq 是以abc开头的 sq abc开头 那么sq 写在这儿 也是一样的 后面呢 就要写真的表达式的 我们刚说了 可以用两个写线里面写 对不对 以什么的开头 就是这样写 abc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选中的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regits 就是使用$负的那种命令 也是可以的 $regits 然后呢 后面我写什么呢 写字不串形式的 这样一个的证则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要选以七八九结尾的 这应该是q 对吧 那就是$ 789$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或者看一下 然后选中的这两张 它是以七八九结尾的 这个呢 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我们可能平时呢 并不会在这个里面去写这个样子的证则 那么偶尔呢 我们想要匹配些东西的话呢 可能会让用用 以什么开头 以什么结尾的 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这是关于mangodb呢 去使用这样的GNV达试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limit和skip limit和skip 非常简单 我们在mangodb里面也学过 对不对 limit选动多少个 skip 跳过多少个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选条两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比如说呢 刚刚的products为例 products 第2 find 然后呢 第2 limit limit2 是不是选中前两个呀 就这个两字 然后呢 skip2呢 skip2是什么意思呀 前两个就不要了 就选前两个之后的其他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结果 就这样 后三个是被选了呀 它一共有五条结果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limit和skip呢 会配合在一起使用 然后这里写个2 我们看一下 limit2 skip2 limit2 这是选择什么样 先skip两个 然后再limit两个 选择这两个呀 然后就这样两个结果 那么当然呢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先limit 再skip也是可以的 但在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 当数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大家呢 使用先skip 再limit的这种操作 效率更高一些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先limit limit的时候呢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告诉程序 我们选两个 那选两个是怎么选的呢 那最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有个框 是这样的 最开始选中前两个 然后呢 每次在skip的时候呢 它就会往后移一个 再发现呢 这是移到一个 再移一个 这是skip2 然后选中这样的结果 但是呢 当我们先skip的时候呢 我们立马就先跳到这来了 对不对 然后再limit2 立马选中两个 这个效率呢 是要比先skip 再limit的效率呢 要高一些 所以很多时候呢 如果我们真的要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skip再limit 当然它都是可以的 只不过一个 稍微快一些 一个稍微慢一些 那这个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翻页呀 对吧 我们在mysoho里面进行翻页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了skip跟limit 是吧 mysoho有做过翻页吗 没有做过也没关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假设每一次给别人返回数据 防多少呢 防二十条 那这个方法写成二十就好了 那么我们从当前 记起来开始返回呢 从第二十的翻页返回 那效率是第二页 那么写个0呢 表示第一页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非常方便 帮了我们进行这个翻页的 对吧 就是这样子 经常用在翻页这个地方 但是很多时候呢 由于现在release呢 也比较便宜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会使用release呢 进行这样一个翻页的工作 就是做这个事情 这是关于limit和skip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mangoDB里面呢 还有这样一个 自定义查询的方法 叫做dollarware的使用 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在这里写的内容呢 其实都是json 对不对 那么现在给我带来的是 其实它写的都是gs 也是可以支持的 其实当前这个终端呢 就是一个gs的一个终端 我们可以在里面写任何的gs语句 对呢 它能够执行gs语句 那么配合dollarware呢 能干什么呢 就是能够返回 满足条件的语句 怎么用呢 在urop就是方法审 在方法审中间呢 我们可以写我们自己的任何 想起的这样一个gs的语句 最终呢 它能够把这个结果给反过来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它写的是什么呢 z4的a解代为30 z4是什么呢 当前的这一条对不对 当前哪一条呢 当前我们如果执行这一句的话 的时候呢 它会从前往后挨个去匹配这个条件 所以z4呢 就是从前往后的每一条 先是第一条 再是第二条 再是第三条 然后是最后一条 只要它的it大于30 它就会把这张数据反过来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一样 db.stu.find 然后也是一样的$well 然后呢 function 然后呢 打印括号 然后呢 就是后面要打印大括号了 后面要写语句了 对不对 我们return this.age 比如说 小于等于18 那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小于等于18的 是不是都放回来呀 放回来 在中间呢 我们会 可以通过写gs的方式呢 来帮助我们做一些额外的功能 当然了 很多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python里面用的时候呢 并不会这样去写 因为我们在python语句里面 可以通过python语句 来对这个结果做一些操作 对吧 做一些更快的一些选择 所以说我们并不会去更多的 使用gs来做这个操作 当然如果我们就需要在中端来 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肯定我们就要写gs了 对吧 然后如果说我们是和python这个中 python在python语句里面操作mgdb的搜索来 其实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的 因为我们在python里面呢 就能够非常容易的去实现一些对应的同样的功能 这是关于查询 那么很多时候大家想象应该这样一个话题 那比如说刚刚呢 在就拿这个为例 我们刚刚是不是输出这样一段内容呢 这段内容里面呢 可能有一天老板说 我们就要name以及hometime 其他数据的都不要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干什么呢 是不是对每条数据进行一些过滤啊 相对于什么呢 相对于每条数据 我们只应该给它返回name和hometime 其他字段呢 我们都不返回 那就是该怎么办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后面打个对话 就要写就可以了 你们要写什么呢 就写我们要它返回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要返回name 那么name呢 写上一个1 然后不想用它返回什么呢 不想用它返回什么呢 我们不写 或者写上0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hometime 然后写上一个0 那么对应的 name就会返回 hometime就不返回 那么由于ag呢 ginder呢 它是没有写的 默认也不会返回 我们来看一下 vader value cndale have a mix incuse 这个方写错了吗 hometime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前面改了 前面改成什么呢 比如说 先这样写一个age 比如说先写个age什么呢 dollar gt比18大的 你看一下这个结果 studentfinal 那地方写错了吗 name1 hometime0 没有错 code2 error 8的86 code定義 8的86 错了值 这个hometime不应该写是吗 看一下 hometime do wn hometime 没写错 写一个1 hometime 这个时候又不会返回 那写个0呢 就报错了 不能写0对吧 但我说之前是可以的呀 写0的时候呢 我之前是记得我之前写的时候是可以的哈 那这个地方就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们想让它显示的时候 我们就要写1 不显示的时候呢 就不写 对吧 不想让它显示的时候就不写 那大家可以看见 刚刚我们不写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hometime呢 还有ag还有ginder呢 都可以不显示的 对不对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 这杠id呢 我们是不是也没有写呀 它就像显示的 对吧 这呢 就消息的特殊 什么特殊的呢 就是杠id如果我们不写的时候呢 它就默论会显示的 我们想让它不显示的 我们需要给它写个0 就没有显示了 但是我记得之前我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a节 我写个0 a节也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 其实我8686 对吧 那虽然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稍微 后面去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关于投影的这个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我所执的操作 其实就是投影 投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查询到的结果里面了 我们只想要它返回一些字段 不是想要全部的字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接着在后面 再写个动画 再写着写条件 就可以了 就写条件里面写什么呢 我们想要它显示字段 我们写上1 然后呢 值为0的话呢 表示不显示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想说显示呢 我们没有必要写值为0 写值为0呢 它会报错 对吧 但对于刚it来说的话呢 它是必须得写的 如果我们不让它显示 因为刚it呢 它默认是会显示的 所以说我们如果不想让 刚it显示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它的值 受为0 这地方明白吗 就是刚it这一个呢 它有些特殊 它默认会显示的 其他次段呢 就是默认不会显示的 如果我们想让其他 默认不会显示的次段 显示的话呢 需要置为1 那不让它显示呢 就不写 那么刚it的话呢 我们想让它不显示呢 我们需要把它置为0 这是关于投影这个操作 那么除了投影这个操作之外呢 对呢 还有另外一个操作叫什么呢 叫做这样一个排序 排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能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dv.stu.find 我们在这里 什么都不写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输出的 对不对 那可能偶尔呢 我们想让它 按照这个年龄 升序或者降序的方式 进行排序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在后面加个点sort就可以了 sort 就可以让它 按照特定的顺序进行排序 比如说 我们sort的时候呢 想让它按照A级的方式进行 升序的方式进行排序 升序的方式进行排序 那么A级写个1就可以了 那看一下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16 18 20 40 45 对不对 那想让它降序的方式进行排序的话呢 就写个-1就完事了 那-1呢 就是降序的 那么当然了 我们如果说 还有其他一些 数值的行的数据的话呢 也是可以对应的 按照它升序 或者降序进行排序的 那如果说 我们想让它按照字部串呢 来升序降序进行排序的 也是可以的 那只不过很多数呢 我们不会这样做 比如说这个true first F呢 是不是在前面啊 ABCD里面 F在前面 就在后面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想让它 按照true first 或者按照gender进行排序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排的 但只是这个时候呢 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只是这个时候没有意义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排序 只是针对这种 数值性的数据进行排序的 那可能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地方 是不是现在有三个18呀 那三个18 从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想按照这个gender 按照什么呢 按照这样一个 先序的方式进行排序 或者降序的方式进行排序 这样的方式进行排序 那我们写个负义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这三个内容 和这三个内容 是不是有变化呀 看见吗 t是不是跑到前面去了呀 这个true是不是跑到前面去了呀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让gender 按照降序的方式进行排序的 t它本来是应该比f大的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abcd的顺序 是在f后面的 对吧 应该是比f 是要比f大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按照降序方式排序的话呢 它就跑到前面去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效果 这是关于排序的 大家可以看到 排序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 按照多个条件进行排序的 那当然呢 此时此刻 我们也可以在fine的里面呢 放入一些条件 比如说 我们要选择年龄大约18的 同时按照它 让它进行 按照年龄进行排序 对吧 这个时候怎么写呀 年龄大约18 并且按照年龄进行排序 怎么写 是不是A级就可以了呀 然后$GT 然后18 比18要大的对吧 年龄呢 那生意的方式进行排序 是不是这样写就好了呀 那回车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的 那么刚刚呢 我们在这里写了一个 投影这样操作 那其实投影这个操作 很多时候呢 我们 就是对整个文档 比如说当前这个 db.stu整个文档 是这些数据 对不对 然后我们 整个文档 我们都想要 但是输出的时候呢 我们只想输出这个名字 该怎么办呀 整个文档都想要 但是输出的时候 我想要输出这个名字 那这个条件 该怎么写呢 输出该怎么写呢 还在投影吗 投影最开始写条件 对不对 再写输出的格式 对吧 那条件写啥呀 整个文档都要 条件写什么呀 是不是不写就好了呀 写个空字点 是不是就好了呀 然后我们写个内容 是不是就好了呀 这样子 那当然了 我们-id呢 不想要显示 我们要写成0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呀 这是前面 我们可以把它控制 表示任何条件的数据呢 我们都需要 是这个意思 这是关于这样一个投影 以及刚刚这样一个排序 是非常简单的 在排序里面 大家需要记住的是 这个1呢 为升序 那么-1呢 它为降序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记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这样一个统计个数 那统计个数的话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使用一个方法 这个功能 这个count就可以了 count这个方法呢 能够帮助我们干什么呢 就同意下个数 非常简单哈 那比如说db.stu.find 当时呢 我们什么条件都没写 对不对 当时count 以后有其他数据对吧 那可以呢 干什么呢 在find里面呢 我们写一些条件 比如说什么呢 这个age啊 比18要大的 $gt18 比18大又大的 这个学生有多少不难 也是可以这样来写的 先选中 然后count一下 几个数 就有三个 对吧 那大于等于18呢 这个时候有几个呀 是不是有六个呀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我们看见了 连等于18了有三个 对不对 所以大于等于18了 就有六个了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db.stu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直接count也是可以的 直接count 直接count就可以了 回车 看到有七个 那么count里面呢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在中间写一些条件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age 小于等于18的 donorlte 然后写个18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 就是统计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点呢 是关于这样一个 关于什么呢 就是mangodb的 创作方法 方法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我们b.db.clapson 点find 中间呢 我们可以接条件 对不对 然后呢 点count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统计个数 然后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db.clapson 点 直接count 是吧 然后中间写条件 那这里是方 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条件 写到后面吗 可以写到后面吗 是不可以的 大家可以尝试嘛 你发现统计不出来的 可能就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可以尝试 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因为之前有学生在问 我上课 不是讲的 看里面可以写条件吗 为什么写到后面也不行了呢 对吧 因为前面我们用find的时候 应该在find里面写条件 才可以的对吧 它表示去查找数据 那比如说我们也是一样的 A借 等于20的 或等于18的 这段情况下A等于18 是不是有10 有三个呀 我们看一下 它结果还是7对不对 那说明后面这个过滤 过滤的效果是没有起到呀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后面是不能起条件的 那么刚刚呢 还有另外一个 就关于这个投影 投影大家还记得吗 mangordb的投影 还记得怎么用的吗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投影是干什么呀 虽然这个名字看起来很高端 对不对 就是 就是选择返回结果的字段 对吧 用哪些字段我们想要 哪些字段我们不想要 那我们可以通过 投影这种方式呢 来进行一下操作 那操作 来进行一下冲理 对吧 进行一下过滤 那其实这个操作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干什么呢 在find后面呢 再加一个条件就完事了 对不对 db.clapson.find 前面我们写条件 对吧 我们要查询什么样的数据 就是条件 然后后面写什么呢 写这样一个 显示字段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name要1 要写成1对不对 然后呢 -id我们不想要写成0 就好了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 有这样两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id呢 它是默认会显示的 对不对 默认 会显示 然后呢 我们想到不显示呢 至为0 对不对 至为 不显示 那么还有第二点 刚我们遇到那个bug 对不对 那个bug就是 就是什么呢 如果 除了-id之外的其他字段 如果不显示 不写 对吧 不能写为0 但是我记得之前是可以写的 写5为1 你看 不能把它置为0 你不写就可以了 不写就不显示对不对 如果你写为0的话 它就会跟刚刚一样 去抱着这样一个错误 这是关于mangoDB里面 这样一个图景的操作 那么除了图景之外呢 还有这样一个方法 叫做销售重复 那销售重复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呢 这种重复呢就是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数据里面呢 可能我们希望对这个数据里面进行一下去重 我们看一下去重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这里 是不是有很多homotown呀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homotown 有好几个对不对 好几个homotown 我们想要看一下 这一堆数据里面到底有几个homotown呢 对吧 怎么怎么办呢 就是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下去重的方法 就是db.stu.distinct dstnct对吧 然后中间传什么呢 就要传我们去重的字段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要对homotown进去重 就这个样子的 去重之后呢 它一共说明什么呢 这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数组里面有四个元素 那说明呢 这个不重复的homotown呢 一共就只有四个 对吧 那包括我们也可以写什么呢 age也可以的 就这个样子 age呢就有这样的五个 对吧 那可能呢我们想要干什么呢 那想要对homotown进去重的去重的时候呢 还要整理一些条件 比如说我们想干什么呢 我们想要看一下年龄大于20的 这些人 这些学生的 家乡都来自哪个地方 年龄大于20的 学生的家乡都来自哪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写什么呢 一个条件 一个条件 直接写就好了 和之前一样age 然后呢是 $gt 然后20就好了 来看一下 年龄大于20的学生呢 只有来自桃花岛和大理 我们来看一下 年龄大于20呢 只有这两个 对不对 是不是只有桃花岛和大理啊 一个大理和桃花岛 对吧 这是关于Disting的这个方法来使用 然后这个方法呢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科研上写的也有 非常简单 然后我们如果只想会整个文档的话呢 后面是不需要更条件的 如果我们想跟上条件的话呢 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然后驱动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通过这个方法就可以看到 通过这